從我們的出生月份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今年的健康運勢嗎 詹老師 這是千年傳承紫費斗數的 一個奧妙有沒有 如果你是農曆 四月真的 在這年老鼠年當中 你一定自己本身 會有一些身體疾病的發生 也不要慌 不要亂 捐捐血 咽咽血也是一件小事情 刻意做個小微整形或動牙齒 也是能夠化解危機的 就是要有血出來 對 血光開到沒什麼害怕 只要知道今天 這年輪到誰 就趕快去報到就好了 所以如果什麼去動牙齒 也是 捐血 捐血最容易 對 捐血 其實如果你是農曆 我們所說的二月生的話 你自己本身比較高者無憂 但是你的配偶 診邊人 或是你的老婆 太太 先生等等的 他這年當中本身就有一點血光 也可能因為他感冒 被他感染也要注意 所以要把他的行蹤稍微盯一下 去哪邊稍微關照一下 這時候配偶如果去捐血的話 能不能化解 就勸他 今年我很健康 你趕快去做小手術 把他做微整形也無所謂 讓他更漂亮 自己看得更高興 你是不是每隔一段期間 你生的那個月份 可能會有災害的時候 你都去做小手術 每一年 每一年 看誰看矮刀 也算也算 像指頭髮也是 都算是 OK 你指髮了 我很多手術 我每次看到就覺得很歡喜 破血光的意思 其實如果你是農曆五月生的話 你不但注意自己健康 你要更注意到長輩 長輩包括岳父岳父 爸媽 或是舅舅 阿姨等等的 都是非常值得你去關注的 請他們吃飯有沒有用 沒有 他們自己要抖著去 破財小災或小手術 其實就是我說的 因為職場的危機很可怕 如果你是農曆八月生的 農曆八月生的話 你的工作如果是高危險群的話 或是跟這個疫情有關聯的話 你更要小心 尤其是醫護人員 你是八月份生的話 不能不上班 還是要更加小心謹慎 防護設備做得更好 提醒你很重要 其實就是外出雪光 就是這時候不要坐船 不要坐什麼郵輪的不要坐 飛機 火車 少坐 是農曆十月生的 我想現在應該沒有人敢出國了吧 就是馬後炮 你知道嗎 馬後炮 那就不用農曆十月出生的人 大家都不要 你哪一個月份出生的人 沒有 一樣坐飛機 一樣坐飛機坐船 為什麼有的人沒中獎 因為他們可能 就有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更多的幕後真相 都在國民大會喔